本来世界上有五六千种的语言 现在很多语言都在消失中 平均两个礼拜 有一个语言会消失 从地球上消失掉 这个是无法 几乎无法抵抗的一个现象 眼前这位高龄87岁的院士李仁伟 刚荣获原住民族委员会颁发的奖励 推动原住民族语言发展奖的特别奖 而李仁伟投入南道民族语言研究五十多年 国内外获奖无数 包含教育部表扬 推展本土语言终身奉献奖 总统科学奖 美国语言学学会的荣誉会士 台美基金会结出人才成就奖等等 李仁伟就读美国夏威夷大学时 由前辈领导下 开启对台湾南岛语言的研究 更让国际奠定 台湾为南岛语言研究的重诊之一 那我们发现台湾地区的语言 彼此差别非常大 比起福利宾的 马来西亚的 印尼的 所有其他地区的语言 都赶不上台湾地区的差别那么大 差别大显示 这个民族在这个地区住的时间最久 所以这个理论 这个看法 是国际学者都接纳的 南岛语系地理分布相当广泛 最北从台湾 南到纽西兰 向西由马达加斯加 东到复活节岛 除了展现四千年前超高的航海技术外 南岛语系更占整个地球三分之二的面积 在一千多种的南岛语中 台湾虽然只占二十多种 但却保存最多的古语特征 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也很大 在李仁贵过去的研究生涯里 最令他惊艳的 就是发现分布在苗栗泰雅问学语系中 秘密语言的存在 男人跟女人讲的话可能不一样 我后来一比对的 比较的结果才知道 女人还保持古语的形式 男人加以改装 使我们很难认识它 是一个同源词 男人跟男人之间 他讲一些话 不让女人知道 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我们叫秘密语言 在许多语言都有这样的秘密语言 曹语言学在角度推论 南岛民族的主居地 最有可能在现今的台南科学园区 约5000年前由台南扩散出去 由东北扩散为州族 向东为鲁凯族 南下绕海岸到东边的北南族 大约近5000年前 向东扩散拉鲁娃和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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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4000年前 向北有泰雅语群 西部平埔族族群 布农 向南有排湾 向东岸是阿美 嘎马兰 巴塞等 不过台湾除了16族外 平埔族群的语言 也是李仁伟特别研究的领域 日记时代50年 那个语言学者 他们调查的语言 大部分把重点放在 所谓的高山族的 山地的语言 对平埔族语言做得非常少 资料也非常少 有些平埔族语言 是已经消失掉了 少数的平埔族语言 还有人在讲 还有人会讲 当年跟李仁伟老师互动的 我们的长辈 大部分都已经在天上了 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 非常非常认真 他真的是一个学者 他为了一件事情 他这样在手不许 这个辛苦 他这样一次一次又一次 然后到部落里面 然后为了这个 我要完成这个剧作 更出版哥马拉与词典 八载族传说歌谣集 还要八载与词典等 尽管当初协助李仁伟 做鱼料采捷的部落长辈 大多数都过世了 不过这些鱼料保存 也让后代族人 在文化附阵上 如获至宝 我们乌牛蓝色 还有内色 以及后来的峰原大色 所有的族群 我们从这本书当中 我们努力学习 在单字 短句 短文中 我们开始累积成果 今年的主题是 部落推动族语 那我们注意到 其实当我们的整个 很多的语言措施 实际推动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的每一个部落的 部落领袖 还有我们每个部落的族人 其实除了在家庭之外 在部落都要用 自己的主意来办活动 语言的累积和使用 是在台湾这块岛屿上 每个族群都将致力保存 与推广的重责 李仁闺也说 语言的消失是必然的趋势 未来台湾也可能像美国一样 成为文化大熔炉 而在台湾依旧存续的南岛语言 未来要如何在文化多元的环境下 蓬勃发展 一切都要回归 由内而生的力量 原住民朋友很多 他们帮我很多 几十年来帮我很多的忙 我才有办法 把他们这个很珍贵的语言 做一些记录 而且做一些发表 引起国际学术界 重视我们台湾南岛语言的 价值跟重要的地位 我最后能希望 会讲族语的这些朋友们 希望在家里多应用 多讲 多用 使我们这些语言 能够维持多久之多久 要珍惜我们这些语言 原住新闻 今天问题不乱台北市采访报道